OK 这边我就继续讲我们的Crop-based 你可以看得到刚刚我讲的赞比分析 这是Kate Curry 它类似翻出来 它大概等一个1-2分钟 它就会有一个Auto Refresh 然后它就会Display完出来的 你可以看得到你的Total Seals 哪个Seals比较好咯 它全部类似翻给你看 你看原型的也是OK 到我讲商品啦 这样商品这边呢 你可以去看调价单 调价单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 因为我们这边是可以换价钱的 我们可以很快的换 如果你的员工有在这边换过任何价钱 你会在这个位置看得到你员工 哪一个人去换过你的价钱 我换英文啦 换过你的价钱 你都懂 这样你也可以去做一个New Price Adjustment Order 就是说 我可以去Setting 几时 几时 什么日期 OK 我的Menu会换价钱 你就不用晚上啊 等到你要做Crossing 一个一个换不用 你直接在这边换就可以了 还是你用Excel Inboard 也是可以 你直接这边换好好 然后只要时间一到 它就会自动换价钱 OK 当然 这样啊 材料配置 比如讲你有面粉 然后你有 可能我这样讲 我讲这个Salad OK 我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OK 可能我有用了多少克的菜 多少克的面包干 多少克的 呃 Walnut Crossing 等等之类的 这样当我一卖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扣掉 那些stock 一样的 你做蛋糕 你做蛋糕 因为我以前也是Beg curry的 so 可能有用Butter 呃 面粉 Begging powder 那种 East OK 酵母 还有盐 糖之类的 so你这边 可以加 这样当你一卖的时候 它就自动扣 还是你可以去做 生产制作 就是讲我一次过 我今天 我有弄 100个面包 我就直接制造 制造 100个 面包 它就会扣掉 100个面包的stock 它这边 全部可以去做成 这个东西的 OK 当然这个会比较 呃 进一步advanced的功能 这个就不要讲解 因为这个的话 需要一点时间去讲解 营养功能 呃 sorry 呃成分咯 就是讲 这个东西 它里面含有什么 营养成分啊 这样你可以在这边 里面填进去的 OK 这样这个也不用 这个很少会用到啦 这个通常是做网店会用到 所以这个也不用讲 这样之前是看你的库存咯 库存的意境就是讲 你的minimum stock 到了多少 我的system 这一边 会remind你 你的minimum stock 不够了 它也会有display 在这一边的 OK 然后就是说 还有 当然我们这边很多 采购单咯 进stock咯 我们这边也是会有 OK 但是这进stock的就 大概给你带过 不知道啦 像员工啦 呃 呃 一些它可以用的功能 这样你可以在那边去setting 它有什么功能可以给它开 什么不能给它开 要给它走 不要给它走 这样子 啊 这边全部你可以去看的 然后你可以去setting的 OK 然后会员 会员的话 啊我们的很多东西玩啦 会员的话 你可以去setting 每个会员 有不同的member level 这个level的member 它扣多少% 这个member的level 它扣多少% 你可以在那边setting完它 OK 然后它可以 签 它最多可以签多少 它是不是属于大顾客 OK 这样如果它是属于大顾客 公司名字 就是这样它合伙人这些 合同号就不用啦 合同号 你真的是做很大才会需要的 联络人啊 contact number是谁啊 这种的 比如讲那种 你用批发 example 你是有批发给那种其他蛋糕店的 啊 这样你可以用这些 这些是属于大顾客 你可以去setting的 OK 这样这个是它的credit咯 然后还有的point OK point的话 这边我们有个计分规则 计分规则 point的话就是讲 你可以去setting 你是top up钱拿point 买东西拿point 还是有别的方法 就是它没 啊 OK so就是讲 你这个是基点方式 就是讲 我每消费多少 钱 可能我每消费100块 我就会自动加1point 都可以的 这样子当然的 OK 这个是会员等级 每个因为有member level 这样每个level 它消费多少钱 它就会自己拿多少point 这样可能 silver member 只是拿1point goal member 是拿2point的 这边会有 生日的话 会有多大 会有加多少point 也会有 special日期 可能通常都是情人节啊 父亲节 母亲节 双亲节 圣诞节 圣诞节之类的 来消费的话 它也会拿point 这样你的point 你可以拿来换东西 扣钱 还是换valture 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这样充值规则 如果今天我有top up 钱在你这边的话 这样我这个top up的话 可能我top up1000块 我就可以拿到100块 我这边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OK 这样钱到这些不用讲先 影响 通常我们玩的就是 玩这个promotion OK 我们会玩promotion 比如讲特价 这一段 OK 通常打折跟特价 就是 全场10% 还是全场12块 啊好像我一个customer 他们是做 饮食的 他是有做过一次 是要做啊 1212 全场12块 买的任何东西12块 你可以去做 还是全场12%都可以 梯度优惠 梯度优惠 梯度优惠的话就是说 可能我 消费100块 我就扣10块 200就扣20 300就扣30 2例件就是说 我 买100 我就扣10块 我买200 也只是扣10块钱罢了 这个是你每消费的高 你就扣越高 这个就是 你一张单只能扣一次 换购的话 这个就是讲 嗯 trade in trade in 比如讲 如果好像 这种是给人有卖水机 空气机用的啦 ok 就是我拿旧的 换新的 电话店他们会使用 大正 买二送一 买三送一 买一送一 第二件打折 第一个原价第二个搬家 套餐出销 做 package 你买这个面包 也就只是有这些东西 可是我做套餐的 你买 我一个package 我里面有包含料 可能你可以去选择 sweets roll ok 可能是shiffon cake 还是你可以选择 呃 那种 任何的 cake都好啦 ok 还有butter cake 等等之类的 然后再配一个水 还是你配一个面包 它是 你分开买是贵一点点 可能你一起买的话 它就会一个package的价钱卖给你 这个是做个配套的 除小 都可以做得到的 ok 然后 woucher woucher你可以print出来 这样你可以print出 receipt 他下一次来消费的时候 你就用 你就可以scan 他woucher里面的barcode 他就会自动给discount了的 ok 这个我们woucher也是有的做 ok 再loading一下 这样你可以看得到啦 啊 这个是扣钱的 你买满20块以上 你就扣一个3块钱 ok 这样当然还要看他的receipt 他买多少钱咯 这样你可以几时走你的woucher 到几时 这样你可以看得到啊 你用了多少 你已经print了多少个 woucher出来 如果你有你可以自己print 还是你print在receipt都可以的 ok 如果你是print在receipt的话 这个是没有的 这样这个是以收 以收券就是讲 你已经有给了多少个customer 这个woucher 但是实际上有用了多少个 这边也会给你知道 这样你使用率有多高 这边会listing完给你看完的 ok 这样数据这些就是看你的report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的啦 这样setting是我们做的 基本上我们的cloud based 大多数都是这样子 ok 当然更详细的 我们可以在约一天了解啦 但是具体上的都是这样子的 当然我们还有网店 这样如果是你的customer 他们已经有进member了的 他们下次要order 他们可以不用来你店的 他们可以在 夹 scan你的qrcode 我没有网店 但是他一定要是member啦 ok 他可以scan你的网店 然后你就去直接 做order 你的这个位置 就会收到他的order 网络订单 好像这个 这样子 网络订单 他自己来店哪 ok 我即时要过来 这边会写日期即时要过来 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 一回来到后 你再直接做一个payment 给钱就可以了 这是网店的 但是这个有机会我再说 基本上我们功能大多数是这样子啦 当然如果有什么任何问题 你可以whatsapp我 还是你可以call我 问我都可以的 so我的一个小小video到这边先 thank you 好